買東西是嗎? 弄得很油鬆 你看到我吃薯條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類的日常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片出你就不會錯過了 我現在什麼都吃得了 每次下班我都會給點時間 自己吃點東西 處理一下自己的東西 我看到你的袋很多東西 你可不可以撿一下你的袋 那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撿一下它 哈哈哈 說笑 好啊你想看什麼 全部都想看 那通常我的袋都是分兩部份的 一部份就是我的化妝補妝袋 另一部份就是日常瑣碎的東西 大家看一下 一會兒再說這個 那先看這個 那呢 軟軟滲滲 這些都是我的會用得著的補妝的東西 這樣吧 你見到我都是一些粉紅系列的愛好者 對不對 這個當然是我最常用的 叫什麼呢 粉盒 我現在常常會戴口罩 那要這樣補一下我就會用這盒 這個呢 就是它的存在 因為有時候導演會告訴你 要印一印 這樣就會有點乾粉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都很重要的 如果是相鏡 那這個呢 我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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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彩和紳筆 這些東西通常都是我最常用的 因為 沈鏡頭我最常用的 那這兩個的唇彩的顏色 都是我最近這幾個月 都經常用的 benefit的 通常都是上了鏡出了鏡 然後導演說 有什麼要撿什麼 自己撿開就快撿了 那補妝袋就是簡單 是這麼多 好了 那補妝之後 我這個袋就是吉的了 那很方便我換手袋的 那還有呢 你要仔細看一下 它是有很多個的 叫做 compartment 很方便我找東西 因為我買這個袋之前 我都有很多不同的收納袋 但是有些就很軟身 那它就經常放了些東西下去 都是要抄 那比如有時候開車 都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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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又找不到錢的 會有一點點煩躁 但是現在整理完整 我就覺得非常方便 那看什麼呢 前面 都是有更多的唇膏 為什麼 今天出的唇膏真的很緊張 要 anywhere都要有唇膏 可以讓我拿到 然後這些就是噴手的東西 我的車鞋 然後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禁料神器 為什麼會突然有指甲有出現呢 是因為有時候可能上鏡會拍到 或者可能突然之間不記得了 查那天就可以大派用場了 那這裏就會有 有兩個唇膏的 這個專門就是用來出鏡之前 疏鬆一點 發筋 這個純粹就是疏鬆畫 是不是疏頭都會說夠呢 好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我會日常都帶出街的 其實它純粹裝飲桶 但我就堅硬放一次叉膏 那方便呢 因為如果有帶叉有帶匙巾 可能會多了東西 但是我覺得叉就所有都吃到的 無論你吃飯、粉麵、沙漠 所以我就選擇了大餐 那若然真的有機會要買外賣的時候 你就省得多少 那這支筒呢 很有趣 你看看它是飲桶 對不對 但是呢 它可以這樣 看到嗎 它可以攀出來洗的 那之後又拍上去 它又可以用 出一分力啦 大家盡量 另外呢 這一格呢 它就是專屬 放我的銀包 白蛋蔥 還有電話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你們猜一下 我給你們三秒 我猜你們應該猜不到 可能你們會猜耳環 可能你們會猜化妝東西 或者首飾 是不是 然後呢 它是有這麼多的放液用品 這裏就是專屬裝我的 直播時候要用的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很重要的 沒有這個麥克風就聽不到導演說的 所以是一定真而重之的 放在這個隔 然後就要拉回去 每一次上班都要記得大 還有你猜不到 是會有那塊面膜的 為什麼會有那塊面膜呢 是因為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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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習慣了會放那塊面膜 就是這樣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空 看到它很久 我沒有用 我就會拿出來 在家用了它 再放一塊新的 就是這樣 這個袋子 都整整齊齊齊